两人合作拍戏不知道是不是派出革命情感 林鑫如还曾主动表示要照顾苏友鹏哦 不是的,那时候我说 哎呀,你落床久一点我们就不用开工 那我可以照顾你 你这样讲好像人家真的在一起一样 啊,干嘛 为什么要接话 看起来是人人称现的大明星 苏友鹏却因为自己特殊的工作 和超高的知名度 以至于圈外的恋情难寻 同行的女友难找 但是对于经常被拿来相提并论 郎才女貌的林鑫如 究竟在苏友鹏的心目中 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呢 林鑫如怎么样,跟你 我们是好朋友 你有没有发展成那个 嗯 其他就是你喜欢型的嘛 可以跟你聊 眼睛又大大 我们差一点那个 我觉得因为认识太久了 少了一点那个活种到啪,变起来这样 对,我问你,像朋友这样对不对 你说少一点那个活种是少什么啊 你说很好很好的朋友 有的人是好好的朋友 那有一天变情侣对不对 对啊 对啊 你说你不行 你为什么不行 我没有说不行 因为我们实在是见面太少了 大家都在忙啊 这我觉得你那必须要你可能真的好一段时间 大家好好的相处 你可能突然 相处 对,我们现在就是 只维持那样 可是你也没有 一个什么契机 或是 比方说猜同一部戏什么 大家可以相处很长的时间 嗯 也没有那个 啪,就点燃这样子 点火的机会 对,对,没有 所以大家就是 好朋友啊 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 而且 对啊 我觉得谈恋爱是蛮麻烦的事情 还有一些资料上说 你希望女朋友是双鱼座 干嘛 对,觉得很温柔啦 双鱼座也都会有某种很 像水一样的感觉 你心如四是不是 不是 它是什么 它水瓶 也不错啊 我觉得水瓶座也真的蛮不错 有点红红 水瓶座个性不错 对 很好相处 对,热情 没心机 嗯 啊有吗 他有心机 不是啊 其实 其实我觉得水瓶座人 其实蛮深的 我觉得你很难相处 那真的吗 你才难相处 这个人 真的吗 水瓶座有心机啊 水瓶座不是说有心机 我觉得水瓶座 当然他其实很多时候 都有自己的想法 有时候他对心也会有不满 可是他一般呢 因为他的人均观察 会处理得比较好 所以其实从他表现上 你看不出来 大家都会觉得他很好相处 可是事实上 他有些想法自己隐藏起来 有些水瓶座是这样的 我们都可以用到 水瓶座的水瓶座 为了解生 水瓶座的水瓶座